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我大安娜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等你和你家人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大安娜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們今集是醫食同源片 對了我們說回醫食同源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 生果就是果後 所以大家都認識的是山竹果 我英文叫mangostine 但相信很多人都認識 如果大家去外國去東日南亞旅行 都經常都見到這些植物 通常跟榴槤在一起 那山竹呢 其實原來的原產地 是有叫做摩陸加的一個Sunder島 因為整個熱帶地區 其實都有山竹果樹的存在 到底什麼是野生 哪是人為呢 其實已經沒辦法分辨了 原來山竹是世界性的水果 不是只是東南亞才有山竹的 中美洲啊 非洲啊 熱帶地方都有山竹的 那山竹呢 的紅花花藥呢 是無花粉的 黏花呢 也都不需要經過花粉受精 就可以發育成果實和種子的 我們這裏稱為 孤黏新植 即是無性新植 所以可以這樣說 每一果的山竹樹 基因完全一樣 是不會有變異的 其實這個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起碼等大家知道 你不應該會吃得到 基因改造的山竹 即是很安全 是很安全的 而且通常很多是野生的 即是我覺得 即是會接觸到農藥的機會 其實都不多 那所以呢 山竹是一個 即是起碼 在我們日常的水果裏面 擔心的問題 就應該就 它不是基因的 它也是通常 就不需要很多農藥 可以種植出來的 是 那我們一路都叫榴槤做果王 因為它有粗獷的外殼 還有很濃烈的味道 那為什麼我們叫山竹做果厚呢 是的 大家都聽過果王果厚 因為榴槤和山竹 通常都是在同一個季節成長的 所以你看到榴槤的地方 通常也有山竹的 大家都知道 一個很好的配搭 因為榴槤是屬於比較熱性的食物 有少少食的時候 燥熱上火的 你使用山竹 去輸減 去輸減 這種粗獄的問題 所以我們經常叫做 就是它們離影不離的 果王果厚 其實原來 果厚這個名稱 原來也有一段故事 原來在十九世紀中葉 英國維多利亞女王 初次品嘗到這些 進口的貢品的時候 就立即被山竹迷了 所以它很喜歡的食物之一 所以稱為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喜歡食物 叫做果侯 原來關英女王事的 你也知道 這個水果在民間 其實都被視為有藥效的水果 那它含有很多豐富的營養素 可以對抗體藥營養不良 或者病後氣血不足 都會很有調養的作用 但是山竹是很涼的 那一次過就不能吃太多 那另外山竹還被東南亞的民間 視為傳統藥菜 其實都有一千年的歷史 在發燒當時吃山竹 原來有退燒的效果 感冒的時候吃山竹 又可以減鼻水 舒緩喉嚨痛 如果吐射的時候 還可以用皮來熬水喝 可以止射 如果有外傷的時候 還可以用山竹皮 打爛它來外敷 可以促進那個傷口 痊癒的 原來民間的藥師會建議 過敏體質的人 吃多些山竹 例如患了二位性皮膚炎 過敏性鼻炎 或者氣喘的患者 都可以經常吃山竹 還要連皮和核 整顆地用攪拌機打爛它 拿些汁出來喝 效果都不錯 這是一款傳統的 已經被認同 一直用了很久 其實有很多傳統的 醫療的智慧 例如中國有藥材料 人生、當歸、東蟲夏嫂等靈智 其實有很多這些 已經有很多現代科學證實過 到底山竹呢 到底… 即使我講 已經用了這麼久 有這樣的療效 但其實 在科學科研上 其實有沒有真正的研究過呢? 好了 如果我們在網址 叫做 PubMed PubMed 一個醫學專業的網站裡面 你找一個叫山竹 Santhone X-A-N-T-H-O-N-E 的研究報告呢 你會找到成一千五百篇以上的 有關的報告 Santhone Santhone 這個 Santhone 其中有十篇科研 原來是出自台灣的 是台大、高雄醫學院、榮總和嘉儀大學的 所以很多資料 其實在台灣都有參與這方面的研究 好了 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以前也提過 其實很多疾病的起因 都是跟炎症反應有關的 就算是癌症 Alzheimer 老人癡癌症 心臟病 糖尿病 過敏 氣喘 關節炎 自身免疫病 甚至乎 白金信和多特其他二百多種的病 其實都是跟發炎有關的 傳統有很多消炎藥、止痛藥 譬如磊固醇 或者Cox-2 那種沒有抑制劑 還有一些NZ 即是非磊固醇的消炎藥 譬如Viox Cerebris 這些藥 都是人工合成的 Cox-2的抑制劑 但它有很多副作用 譬如胃潰痒 腸胃出血 甚至乎增加心臟病發作的危險 其中Cerebris Biox 已經在我國 已經有很多官司 因為這些藥的副作用 導致很多人死在心臟病 好了 我知道 山竹裡的山童 是一種天然的Cox-2 沒有抑制劑 可以抑制前列線數E的合成 而前列線數E2 是引發發炎的 即是紅腫熱痛的主要物質 所以山竹裡的山童 有強大的抗發炎作用 但也沒有人工合成藥物的副作用 所以不單止傷害腸臟 也會提供腸臟的保護 所以對一些所謂的 舒緩的胃酸液流的問題 是非常之好的 大家都明白 有些人反酸 胃酸導臘 這個原來也很好 山竹也很有功效 山竹的山童 同時也有抗組織胺 和所謂的Cox-2 inhibitor 這種雙重的作用 所以對於過敏 或者自身免疫病的醫療方面 其實效果甚至超越抗組織胺 和類固醇藥物 好了 還有在臨床方面 我們發現山竹對糖尿病 慢性炎症 過敏症 高血壓 高血脂 前列腺的師傅腺腫腫大 前列腺癌症 肝癌 原來近年在歐美 自然醫療裡面 都很多是一種常用的一種處方 其實山竹果也都被稱為 山童之王 我們叫King of Zenfans 因為它所含的山童種類的豐富 是我們所知的植物的最厲害 山童廣泛傳授在自然界的植物裡面 目前給我們分離出來的山童 其實有二百多種 原來每一種的山童 對人體都有不同的作用 好了 我們大家都聽過 山童 還有有叫根多芬 Polyphenol 生物二黃銅 花青素 前花青素 其實都是屬於一個大家族 大部分的植物裡面 所含的山童種類 就不會超過八種 但是山童所含的山童 超過四十種 其實含量也都非常之高 其中有六種 就已經被分離出 是鑑定化學結構 已經知道它 即是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學名 好了 我告訴你 山童抗氧的能力 差不多是名歷前茅 我們其實都聽過 胡蘿白素 胡蘿白素 是屬於一種 有具抗氧化的能力的梳果之一 是吧 原來 胡蘿白素 抗氧化的能力的單位 大概是200 小紅莓 Raspberry 是1220 藍莓 亦是一個抗氧化的梳果 有2400 石榴 是保護心臟的 3037 而最後是雪莓 Uber Uber 其實都不太容易 在香港買得到 但如果你真的去那些超市 高級的超市 那些超市 那些超市 偶爾都找得到 它有3472 其實最多人認識 就是胡蘿白素 胡蘿白 是200 你知道山竹有多少 有多少 山竹有17000 哇 可以這樣說 是遠遠超過 遠遠超過 這些 齊先生所說 山竹裡有六種山竹 是對抗癌症 抗菌 抗發炎 抗敏感 都有強烈的效果 這證實可以促進 腸胃的健康 強化免疫系統 中和自由基 以及預防心臟 血管疾定 預防中風 促進呼吸系統 健康 以及最重要 山竹 山竹 天然的山竹 很安全 不僅是孕婦 懷孕的人 可以吃 暴雨期間 都可以吃得到 嗯 講開抗氧化 其實疾病和老化 都是自由基造成的 那山竹就很有效了 嗯 相信大家都聽過自由基 原來 自由基是哪位 一位 叫做哈文博士 在1954年提出的 他提出 其實疾病和老化 都是自由基所造成的 這個很重要的理論 當時很多爭議 但到41年之後 1995年 他竟然 被提名去 拿諾貝宇 心理醫學獎 雖然他當時還沒拿到 不過是被提名的 好了 到今時今日 大家都經常都這樣說 抗腦化 抗自由基 抗腦和抗疾病 大家都已經接受了 嗯 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自由基 自由基 它叫做含於奇數的電子 的化學物質 它很活躍 不穩定 生命的周期很短 他很喜歡搶奪其他細胞的電子 即是將其他的電子 將其他的電子 將它氧化 就像鐵在空氣裡面 生手一樣 被拿走的電子 的細胞就會崩裂 自由基於是 就會造成很多人體 很多細胞的崩裂 人體就越來越不健康了 這就是自由基做出來的問題 所以自由基是很多慢性疾病的元兇 可以這樣說是百病之元 主要是自由基隨時隨地都會產生 除了人類新陳代謝自然的產生之外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所必須的 比如呼吸空氣 照射陽光 食的食物 服食的藥物 精神壓力 污染的環境 其實都會產生自由基 即是我們時時刻 都會被自由基包圍 隨時都被人攻擊 但當然 自由基不是全部壞 原來自由基都有好的一面 因為當身體的細菌病毒 進入我們身體的時候 其實自由基就會協助我們 消滅外來的病毒 保護我們的身體 即是可以說 自由基是一種可以抵抗入身的病菌 但另一方面 如果控制得不好 也會傷害健康 所以身體的自由基的量 是要盡量保持平衡 就不是越多 或者過多 或者過少 其實都失去平衡 都是會有問題的 嗯 其實自由基如何危害到我們 因為自由基都是引起 衰老的主要原因 大家也聽過老人斑 其實老人斑 都是由自由基在身體裡的 枝蠍素造成的 即是說 都是引發老人斑 在老細胞裡 堆積太多 會引起記憶力衰退 以及智力有障礙 甚至乎出現老人癡癌症 自由基會導致老人的皮膚鬆弛 咒紋開始增加多 骨質再新的能力減弱 甚至乎引起視網膜的病變 引發燃機大的視力障礙 比如眼花、白內障 那樣 老人通常感覺 和自己的記憶力下降 動作遲鈍和智力障礙 其實主要原因 都是因為過多的自由基 導致身體神經細胞數目大量減少 自由基也可以引起器官組織 細胞老化和死亡 近年的研究還發現 自由基可以令到低密度的蛋白 就是LDL 氧化 引起血小板聚集 血泉形成 平滑肌細胞增生 造成血管內膜 和內皮細胞損傷 導致動物觸氧化形成 血管硬化 進一步誘發腦血管疾病 冠心病 其他重要嚴重的病 這就是血液循環 原來自由基跟癌症 都發生相關的 自由基可以令到 脂質產生過氧化的產物 這種過氧化產物 能夠令到DNA 正常的序列發生改變 這就是基因 引起基因的改變 會導致身體的細胞 惡性突變 產生了流腫 所以很多時候 脂癌物質 其實都是通過身體裡的 代謝活化形成的自由基 然後就會襲擊基因 導致癌症出現 所以自由基也會影響免疫系統 引起臨巴細胞的損傷 造成人體免疫能力下降 對疾病抵抗能力也會下降 自由基也會導致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除此之外 自由基和胃炎 消化性的潰瘍 懸發性的腎小球的病變 糖尿病 肢器管的敲轉 肺氣腫 震顛麻痺的疾病 都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要及時將身體的過多的自由基 又要減少 要清除它 也要減少自由基的堆積 和過氧化反應的產生 可以受到防禦自由基的損害 抵抗疾病 是懸護衰老的作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自由基是一個 可以這樣說 是疾病和老化的一個主要的元兇 明白了 謝謝 謝謝 就是能量 當我們身體製造能量 當我們身體製造能量 同時也會產生自由基 所以可以這樣說 是必然的身體的副產品 另外 還有維持人體的正常運作 也需要製造很多有用的化學物質 同時也會有自由基產生 所以這就是身體自己會出現的東西 是無可避免的了 第二 在防禦外來病毒的時候 當我們身體有細菌或者病毒入侵的時候 身體白血球也會吞著細菌 最後也會用自由基去消滅入侵的病毒 其實有一種說法 例如抗生素 或者我們叫雙氧水 雙氧水其實都是在間接 令到我們的身體 產生這些自由基去消滅細菌 也不是直接是間接經過自由基 除了這個之外 外界的環境的影響 也會令到身體產生很多自由基 當然也會威脅到健康 第一是輻射 紫外線、電磁波 譬如在滑雪那裡 如果我們沒有帶很深的眼鏡 這些強烈的紫外線 加上在雪橘裡反射 會令到身體眼睛的水晶球蛋白 在很短時期之內變成白內漿 所以在嚴重的強光之下 其實帶的默色鏡也挺重要的 是保護鏡 第二是環境污染 包括空氣污染 飲用的水污染 重金屬 工業的廢水 土壤的污染 都是這個問題 第三是食煙 第四是化學物的濫溶 譬如食物裡面的添加劑 防腐劑、農藥、藥物、毒品等 當然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的精神狀態 精神壓力 我經常都很強調 其實很多病人的最主要來源 都是精神壓力 當然精神壓力 亦都會產生他們的自由肌 急躁、焦慮、情緒不穩定、工作壓力大 生活緊張都會令到身體 產生大量的自由肌 按照你這樣說 其實自由肌真的無所不在 那我們怎樣去減少自由肌的危害呢 那有沒有什麼營養補充劑 去對抗自由肌 其實我們身體 人體本來已經有天移的防禦能力 有一套抵消自由肌的防禦系統 會消滅多餘的自由肌 令到自由肌保持一個動態的平衡 那這種系統的自由系統 我叫做抗氧化的能力 那我們科學家已經發現 人體裡面有很多物質 可以消除自由肌 防止細胞受到傷害 那其實比較重要一點 我們有一種叫做 Super Dismutase SOD 叫做超氧其化母 即Super Oxide Dismutase SOD 那也都叫做Catalase 其實是竹梅 簡稱CAT 也有Glutophyum Preoxidase 那這些都是我們身體的 本身已經有這些天然的防禦 抵消自由肌的 那當然我們很多自由肌 可以這樣說 在我們的食物方面營養素方面 那我知道大自然有很多 就是強力的抗氧化潛力的元素 那這些自然元素 通常在動植物裡面 以植物為例 植物是經常要在太陽裡面生長的 那我們都說了 太陽的照射是會產生自由肌的原因之一 那為了生存 那植物最自然呢 是需要產生抵抗自由肌的物質 那所以我們可以經常由這些 攝取這些植物呢 是拿到它的抗氧化的能力的 那所以呢 植物能夠提供我們的 自由肌的物質呢 我們就叫做抗氧化的營養了 那其實抗氧化的營養素 有不同的種類的 那我也都有不同的 就是單位指標 其中一個呢 叫做ORAC 那個自由肌的吸收能力 各種標準的單位 那其實我們每種食物裡面呢 我們都有這些的 那在我們的科研 波士頓大學最近的建議 其實每個人呢 都要應該在食物裡面 拿到四千到六千的 ORAC 抗氧化營養素 那而植物性類食物的 就是所謂蔬果裡面的ORAC 是軟比那個肉類高的 那好了 那食物那方面呢 我們就是什麼抗氧營養素 其實很多的 也有不同的特性 那這樣 譬如我們先看看 抗氧化的維生素 譬如B胡蘿蔔素 那是深紅色的吉紅 深黃色的梳果 維生素C 那其實譬如那個深綠色的梳果 那個葡萄 那個葡萄 那個藩子柳丁 維生素E 即是胚芽 蛋 豆類 全穀類 這些都是維生素的抗氧化 那其實抗氧化的 其實抗氧化的抗氧化 抗氧化的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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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通常的海產 肉類 大豆都有 還有鐵 那深色的蔬菜類 肉類 那這些 這些都可以叫做抗氧化的植物 那接著呢 抗氧化的植物營養素 譬如茄紅酥 蕃茄 木瓜 紅色的西瓜 吉類的雷黃銅 菩提子 筋骨的類 那酵母類的 綠茶 紅莓 藍莓 葡萄皮的出水物 那些模式的花青素 就是菩提子裡面的成分 那最後那個山童素 就是所謂山竹 那其實很多很多的食物 都可以幫助我們 吸水這些抗氧化的營養素 好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山竹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今集第二節的治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集的題目 醫食和原篇的果效山竹 那袁醫生 那我們有沒有些什麼測試 可以評估到我們體內的抗氧化能力 是不是足夠去應付那些自由基 其實很多人都想知道 你知道了 很多人都不知不覺就出現了 到底我們身體的狀態 對付這些病的能力 有沒有一種簡單的測試可以測出來 最近已經開始有這種化驗的工具 其實是用抽血的 現在都不需要怎樣抽血了 用手指指 那支出一些幾滴血 就可以做這些分析 我會叫做氧化壓力分析 我們叫Oxidated Stress Analysis 氧化壓力分析 分析血裡面的 我叫做炳耳醃 即MDA SOD 超氧化的G化母 Super Oxide Disruptase 有一個F-File 含流化合物 有幾種化合物質 可以評估到我們身體氧化壓力的狀態 和抗氧化的儲存量有多少 有些是看我們身體的成份反映出來 如果我們一早有機會做到這個測試 如果我們發現自己這方面很弱 當然我們要及早做一些工作中呼 令我們可以徹底預防這些病的出現 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進步 我們的飲食越來越精緻 生活環境越來越舒適 但比起過往我們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 長期過量飲食 又少運動 在壓力大的情況下 三大文明的病 心臟病 癌症 糖尿病 臨患率是不斷地上升 而且還有年輕化 其實一般人都會貪方便 只是用藥 對,一般人遇到這些問題 大部分人都會尋求用西藥的方法去處理 但我千萬不要過度依賴醫生和藥物 因為無論是中藥、西藥都好 所以說十藥九毒 所有藥物都是一種毒藥 所以為何要處方呢? 尤其是西藥為何要處方呢? 因為它本身根本是毒藥 在美國 從1965年開始 醫生開始開了一種HRT 即是一種人工製造的荷爾蒙 給一些根延期女人服用 這是從1965年開始使用 結果令到女性得到乳癌的機會 直接上升 直至2001年的時候 美國醫學協會 才會承認HRT 即是荷爾蒙的取代治療法 會帶來乳癌和心臟病的副作用 整整36年裡面 不知道多少婦女 因為服用人工荷爾蒙藥是死亡的 好了,嬰兒方面的發展 通常醫生會開一種Retaline Retaline這種處方 是來控制過動兒的情緒問題的 那這種藥其實是一種 中樞神經興奮抑制劑來的 雖然可以控制過動的症狀 但它的副作用包括什麼呢? 包括容易生氣、失眠、抑鬱 沒有胃口、性格改變等等 如果長期使用 肯定是對小孩的傷害非常之大 好了,我知道西醫對癌症治療的方法 不外乎手術、放射治療、化學治療、 荷爾蒙治療和生物製劑的療法 知道了,癌症的病患者 不是說不能夠做化療或放射治療 其實最重要的,我們要了解 其實身體之所以病 不是因為缺乏我們所說的藥物 所以身身正正的問題 其實我們健康 身身正正要依賴是營養 不是那些化學的藥物 那當然,為什麼人們動不動很快 都會用西藥、醫生去處理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是要快 但問題就是這些症狀 其實是用藥物去抑制它 並不是代表它真正的治療 它只不過是在表面抑制了 但長期來說 病到最終都不會因此而治療 真的治療不治半 沒錯 但還有一個問題 這些十藥、九毒 這些毒藥的副作用 很快就會出現 所以結果那個得不償失 我剛才所說的幾個簡單的例子 其實我們給點時間 用正確的營養食物 認真執行 至於三、四個月左右 都能夠恢復到身體正常的功能 例如剛才所說的血壓 要降低高血壓的方法 其實是用大量天然的蔬果汁 來清理血管 擴大全失的問題 還有可以用降血糖的蔬菜汁來平衡血糖 其實大家都說過 在美國有一位醫生 他曾經在美國登報紙召集糖尿病的病人 去Colorado一個診所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主要用一種蔬菜果質 生機飲食方法 運動、曬菜 將所有參與糖尿病的病人 每個都是在打針 一個月之內 完全不需要打針 完全可以受控 可以這樣說 其實食物就是最好的藥物 醫食同源 身身正正健康 其實應該是在食物上來的 我亦都可以知道 有大豆的卵輪脂 可以加進去 這些是在健康店都買到的 加進去蔬果汁裡 其實有一種清乾的作用 所以在我們的醫療裡 我們遇到問題 就要有警惕 身體發出的警告 例如頭痛、頭暈、耳鳴、眼皮條、 關節腫痛、胸痛、背痛、胃液倒流 其實不要疏忽它 要找到它的原因 要認真去執行 我才能夠避免將來嚴重病的發生 好了 大家都會問一下 簡單一點 我們要養生 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第一 我們儘量保持 每一天要三次的大便 其實如果每天只要一次大便 其實這是便秘來的 因為 一天第一次的大便 是不能夠 足夠將身體的廢物 垃圾全部清除 所以我們應該每天保持三次的大便 尤其是有重病 或者癌症的病患 它要用四次以上 是 那時候我們用什麼呢? 用洗腸的方法 用animate 灌腸的方法 用咖啡灌腸 其實是一天三四次 是將身體的毒素 是要排除的 好了 每天最少要喝三杯的蔬果汁 如果患病的人 可以喝四杯到六杯 視乎情況 適當的休息 定時的運動 每天都要曬太陽三十分鐘 以及喝乾淨的水 最後我們保持心境 心中有愛 多做善事 就有起落 如果心中有癌症 疾病就會降臨 其實這些很簡單 都是我們所說的 一種養生的要缺 自由基是人體代謝 過程中產生的物質 原來 過多或過少都是沒有的 原來只有5%的人口 是有平衡狀態的 大部分的人 自由基都是偏向過多 其中有20%是診斷了 是有病的 例如高血壓 過敏 肝炎 關節炎 癌症 有70%的人 是沒有嚴重的症狀 但體內的自由基都是過多 他們有點不舒服去醫院檢查 但又沒有顯示他們有什麼病 這些都會歸類為 亞健康狀態 山竹這麼有療效 抗氧化功能是17,000 其實坊間已經有山竹汁一瓶瓶賣了 我們應該怎樣去飲用呢 怎樣才為之舊呢 雖然山竹是東南亞很普及的 香港其實經常都買得到的 但始終是有季節性的 但現在市面 我們在很多健康店裡 已經出現這種山竹汁的產品 如果我們是 作為一種預防治療方面 其實我們可以用這些果汁 山竹汁 來幫助我們調理健康 好了 飲用方法怎樣使用呢 一般情況 如果是一種保健的用法 成年人的用量 就是每公斤的體重 用0.5cc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60公斤的體重 一般人的60公斤體重 他就用30cc的用量 其實30cc是用三次的 可以隨餐或飯後 當作參飲的用法 30cc就是兩湯匙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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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匙� 每次用60cc或90cc 即是四湯匙到六湯匙之间 这就是一种简单的辅助性 每次用60cc 当然有时候我们遇到急切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多很多的 我们叫做负荷的剂量 叫做负荷的剂量 即是遇到严重的问题 譬如这样 你有二位性肥炎 整天晚上的皮肤痕到 夜晚睡不到觉 如果你在睡觉之前 喝一些负荷剂量的山竹果汁 再用山竹果汁去涂涂的环柱 因为山竹有抗氧组织胺的作用 可以令到睡眠质素改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用多少呢 每一次可以喝成180cc 那样多的剂量 是可以用几盎司 可以用两倍的 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 我们不妨直接喝多些 比如有时候遇到急症、气痠 或者暂时性的脑缺氧 心脑痛、颜面的神经麻痹 那个Menea syndrome 发作 喝大量的山竹果汁 可能有即时降低病情恶化的危险 甚至乎帮助舒缓 所以在那个视乎的情况 你需要的时候要严重一点 可以这样说 喝小杯子 是 六安市的杯子 要是喝三次 就是在那个 就是处理疾病 尤其是处理癌症 你的份量也要很多 甚至乎比这个的份量更加多 好了 那喝这么多 会不会有些 就是有没有安全 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 山竹是一种降火的 是 属于比较凉 是凉一些 那 那 通常那些人 就用法 就是在民间的用法 可以用果皮 来敷伤口 来熬汤 来喝 去医发烧 头痛 感冒 腹射 都是可以用这些的 那就算是怀孕的女士 或者在里面喂奶的女性 其实都完全没有什么禁忌的 嗯 那很多人都会敏感的 生竹会不会令到人敏感呢 其实呢 每个人的体质呢 不同的 那所以呢 是不同的食物 就像是草莓 柿 鳳梨 即是菠萝 其实都会有机会敏感的 那所以呢 会不会敏感呢 其实呢 你自己真的要试过才知道的 那通常呢 最典型的那些过敏反应呢 那就是IgE那种引发的第一型的 即时反应的那些过敏呢 那通常呢 喝了两个小时之内会发生的 那通常会产生一些沉麻疹 或者所谓的风烂 嗯 那或者有时候呢 感觉呢 是自觉的症状 好像皮肤痕啊 那样 那你可以等到风烂消失之后再喝一下 那如果持续 即是喝了都会出现问题呢 超过三次呢 那这个确定呢 山竹汁呢 对你呢 对你呢 是一种致敏的 那就不可以再喝 即是不需要再喝了 那样 所以呢 即是如果大家担心的时候呢 那可以呢 即是吃过山竹 试过的时候呢 就用山竹含在口里面 然后吐出来 如果发现口里面有些痕啊 或者嘴唇脏呢 那即是表现你是过敏的 那如果你试过 第一次吃过 含些山竹汁没问题的 第二天呢 就可以喝了 10个cc 那第三天加到20个cc 第四天加到30个cc 那如果是完全没问题呢 那你就可以是正常去到 你去去喝用的 那好了 那有时候呢 那就是过敏也有一个现象呢 我们叫做好转反应 是吧 那好转反应呢 是一种排毒的反应 那所以是一种好转前的一种现象 那譬如有些人喝了山竹之后呢 会经历暂短性的关节痛啊 头痛啊 肌肉酸痛啊 皮肤起疹啊 反胃啊 嘔吐啊 大便松软啊 或者是腹射啊 失眠或者睡眠中断 如果这种情况之后呢 我们可以视乎的程度呢 是采取继续饮用 或者暂停用一用的 那之后好转反应呢 通常呢 身体里面呢 是聚集了很多 就是同类毒的化学物质 那这种同类毒呢 是令身体不舒服啦 那当你受到强力的抗氧化物质 生酮素挑战的时候呢 那它就会 乖乖地呢 从你那些部位呢 是慢慢消失的 那或者可能呢 会赶到另外一个活跃的地方呢 那那于是乎呢 就产生这些 这样的普转反应的现象来的 那通常呢 如果这些这样的反应呢 当然呢 就是会持续一个 几天左右呢 那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个就是会消失的了 比如你初初有几天这个症状 大家继续喝下去呢 慢慢地呢 这个症状完全慢慢消失了 那跟着呢 就身体呢 比以前更加好 那这个呢 就叫做好转反应了 那有时你会问呢 那到底是过敏 或者好转反应呢 其实呢 有时都不是那么容易分的 那要大家自己呢 去乖乖去试一试 那如果不是呢 都就是 就是 就是体验就要靠自己去体验的了 嗯 那喝山畜果汁有什么禁忌呢 其实有一种病呢 我们叫做真性多血病 Polycyphae merubavira 那这种其实呢 很罕见的病 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的 那主不过呢 患者呢 那个血红素过高 比如正常的血红素呢 男性应该是 13.2-17g per deciliter 那女性呢 就应该是12-16g 那个 那个 g per deciliter 那但是呢 如果患者呢 那个血水呢 制度大量的血红球 那再逐个喝过山畜果汁呢 那血红素呢 可能变得更加高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可能对病情会有害的 那 但是呢 山畜果汁呢 对于某些缺脱性的贫血 或者其他一些 计法性的贫血的患者 反而是有效的 那所以我要注意到呢 大概 一两个月之内呢 血红素呢 就会急速升高的情况 那这样 那 那 可能呢 是会制造那个 刺激的骨髓呢 在制造细胞 那 就再透过 那个红血球的增加 来到刺激 血红素的增加 那所以呢 所以呢 除了我刚才说呢 就叫做 Polycypherumia ruba vera 就是真性的多血症 这个很罕有的病 那 就有禁忌的 好了 那第二个禁忌呢 就是所说的 那个 那个过敏 对吧 那就是其实很多食物呢 都会有这些 就是有过敏 那遇到这个情况 真正过敏呢 那也有禁忌 那也有很多人来说呢 就是有些食物呢 就是中医都很 中区很流行的 有没有配偶的禁忌呢 就是有些食物 不可以回答其他食物呢 那暂时来说呢 我们都未知道 有些什么的食物 或者药物呢 是不能够 就是拼合那个山竹果汁的 那么 那状况呢 譬如有些人水肿 心脏肾脏功能的问题呢 都会用到水分 留在下肢水肿的 那 那如果是 如果 如果留意到果汁 或者水分的泄水量呢 那就应该由少量开始 是吧 那再视乎 水肿的消退的情况呢 或者增加 或者减少容量 那可以大致上来说呢 其实呢 是非常之安全的 是 很少会遇到这些 这样的问题的 那但是我曾经提及 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局部的 用那个山竹汁的 那内服之外呢 皮肤啊 譬如下肢啊 糖尿病引起的那些 潰烂啊 慢性的湿疹啊 二位性皮炎啊 干死这些慢性的病呢 都可以用山竹果汁外敷 都可以用的 有时候有得到 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那 山竹呢 也都有非常之 优越的抗菌作用 有些叫陆龙的 汗菌感染的伤口呢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是处理得到的 那慢性病呢 可以用山竹来茶啦 也都可以用沙泡 浸了山竹汁之后呢 放在伤口啦 那也有人把山竹果汁 倒去的浅跌啦 那将那个冰 就是浓了之后 再到外敷啦 那当然啦 因为山竹呢 本身呢 有点微酸的 那 呼用的患处 可能有点刺痛的感觉啦 那这个通常都是正常的 那 有很多时候呢 被烧痴啦 是吧 就是一度的烧痴呢 烫伤呢 就是轻微的发红呢 都可以用呼用山竹汁 但二度以上呢 比如有水泡啦 就用二度啦 那这个情况之后呢 就不能用其他方法 都加密去处理它啦 嗯 原来山竹汁有这么多功效的 原医生可不可以和我们讲下 山竹其实有些什么 治疗的功效或者例证呢 其实呢 我刚才和大家所分享的资料呢 都是来自一本书呢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山竹果与生活自然医学 那这个作者呢 是一位台湾医学的毕业的 叫王群光医师 那我怎么认识这本书呢 我几年前呢 那我就去台湾呢 参加一个自然医学的会议啦 那我也是其中港者之一来的 那我当时呢 那我当时呢 我坐在这里听过的时候呢 那这位王群光医生呢 就过来呢 就送了几本书给我 那其中这本呢 就是讲过山竹果的这本书啦 那就是跟大家 那大家提供很多资料 其实是这本书 和大家分享的 那还有一本呢 是讲那个食物的敏感的 那原来呢 在台湾很多医生呢 都是很 很采用自然医疗的工具的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 其实呢 是差不多是大部分呢 是讲那些案例的 那我和大家讲讲这些案例啦 那其实这些案例呢 都是有些是台湾啦 有些是他自己诊所啦 也都很多是外国的 即是美国的那些经验来的 那其中一个呢 是一位 一位美国的精神治疗 即是精神科医生来的 那他自己是讲过 胃液倒流啦 高血压啦 肌肉症联 和多发性硬化症 高发性硬化症 那你看一下 多发性硬化症 通常呢 他都没什么做得了 很难搞啦 根本就是没什么弱用的了 那通常呢 都是用那些 Cox2 这类的 前列腺那些 那些这样的特效药的 那都是用这个方法呢 这些全部是那些 那些就是实例来的 那有一种 板射性的痛啦 肌肉僵直那种问题啦 那关节炎啦 泄护腺癌啦 尿血尿毒症啦 骨髓松疏啦 免疫失调啦 那这个这个案例呢 那也是美国的 一位家庭医生的 那还有一位呢 是牙科医生啦 那一位 Dr.Bellon 就在讲过敏性 他说牙周病 他原来很多牙周病呢 都是跟过敏有关的 那另外一位呢 是在美国的 Louisiana的一个苦科主任 他说糖尿病,受控制了,痛了减轻了,胃液倒流另外一个 高血压,其实也是脊衣所提出的高血压的方面 其实他处理的地方是真的很多的 另外有些比如肾脏和悲尿系统的病 也有很多都是用那个山竹可以帮助得到 有些人在洗肾,出现很多游离肌的缺乏 例如甲方面的问题 有些例症是膀胱炎和尿病 这个都是自己的经验 所以可以看到痙痛、失眠、脚麻痹、胆固醇的问题 肾脊、肾脊、背脊痛、食物敏感 刚才所看到的食物敏感 现在很多人有的 食物敏感有些导致异慰性肥炎 主要是腸道的问题 所以我们叫做腸漏这个问题 如果用那个山竹果汁 是处理了腸漏这个问题 那你的敏感这个问题也会因此解决了 所以他的处理,譬如他产所处理很多这些过敏症 第一,他叫病人不要再吃那些磊固醇 抗组织胺这些药物 他会做一个食物测试 其实这个我和大家也分享过 接着遇到严重的过敏 就要禁食六个月 中度过敏禁食三个月 接着就轮流食 其实他说的地方非常之多 心血管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炎症 就是发烧、高烧 香港很多人看到发烧很紧张 炎症,三叉神经痛 肌肉拉伤那些痛 私形肝炎 导致慢性痛、尿道感染、滑囊炎 扁头痛、肌健炎、梅尼士 Menea syndrome、头昏、耳鸣 牙周病、牙筋痛、头痛、食道 还有些地方就是消化系统 便秘、胃益倒流、内置流血 大肠激躁症、幽鬱症 这方面 还有皮肤病 皮肤过多 小肺腺肿肿胀、过敏、皮疹、抛疹 叉眼挑针、青春痘 肝症、肝症、血糖肝症 这方面 还有些例子 看照片是很惊人的 糖尿病 就算是一型和二型的糖尿病 当然你也要吃低的Glycemic index 升糖值的食物 加进去 最后看到原来对自闭症、抑鬱症、老人痴癌症 都可以帮助 哇 那真的生猪是能治百病 是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这么简单的食物 所以我们说 医食同源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真的非常贴切 多谢了原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原医生会训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498 谢谢原医生 OK好 拜拜